我曾经特别预言未来十年里头改变中国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微博 它将改变中国的媒体垄断 而且改变中国所控制的言论自由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的高铁 中国的高铁将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 创造出许多新的二线三线的城市 而且让中国的距离大幅的缩小 也让中国快速的起飞 第三个是云端运算 云端运算在全世界第一个最先进的公司 也不过是2003年的Google Amazon跟进Microsoft到2008年才开始发展云端运算 中国以它政府的效率 以它政府的能力全面支持中国的云端运算 今年的5月12号才刚刚听完了简报 9月就已经有了北京领域基地 而他们的客户不要向Google 不要向Amazon向市场慢慢的找 他们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北京市政府本身 将来在上海的云基地 明年3月开始运作 它最大的客户就是上海市政府 它把人口的资料 健康的资料 经济的数据就交由这些云基地 所以云基地不是一个在空中的写软体 要卖给市场的云基地 它已经拥有了客户 它的客户就是中国的政府 这就是所谓中国政府的效力 以及中国的魄力 在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特别造访了北京的云基地 今天特别为大家深深的深入介绍 这个云基地打造里头 它是经过精心的由田寿宁所设计出来的六大公司 有的扮演的是作业软体的角色 有的扮演是硬体的角色 有的扮演是marketing的角色 几乎在一个企业里头的每一端 田寿宁都想到了 当然它最重要的是由北京市政府的权力支持 在北京东南角的一庄开发区 一块招牌宣告着北京产业转型的讯号 并但无奇的厂房 却正在汇聚 崛起中的新兴产业链 而这一切就从这一栋 北京云基地开始 你看这个楼 看起来这些公司是七八家公司 但有非常强的内在联系 它有点像一个IBM一样 有硬件这种服务器和相计算 有软件这种操作系统 就是游有和T-Cloud 有应用就是我们的视频云 还有很多这个系统移成 田树宁这一年来不断奔波 寻求建立华人自己的一朵云 不但要打破长期以来 由微软和英特尔垄断的Wintail联盟 更要挑战Google Xisco Apple Amazon 和微软等美国公司 已经进行好几年的云端计划 云端对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影响 让两岸科技界说服了北京官方 6月拍板北京响云工程计划 7月就选定在义庄作为云基地 昨天这造云的地方 有一切和云相关的装饰和标语 这能激发员工对云的无限想象 而员工在云里工作是幸福的 还来不及设计的阳台 是未来的露天咖啡座 而顶楼的商业楼 全天后免费供应咖啡和水果 办公室自由的空间和鲜明的绿 似乎随时会逢出云的惊喜与创意 传统的IT厂家 IBM惠普或者微软 在这样一个技术变化过程中 变成非常尴尬的境地 因为它所有的云的技术 都在破坏它过去的商业模式 所以说这样就给新一代的创业和企业 有前所未有的机会 所以我云技术上我就认为 是两岸合作创造中国人自己 21世纪IT框架前所未有的机会 不到半年时间 云端上中下游产业联盟 正式形成 台湾趋势科技成立子公司T-CROWD 带来台湾软体人才进入北京 为云基地设计最重要的云端作业平台系统 Yahoo创办人杨志远 成立游友系统加盟北京云基地 除了野座云端作业系统 还开发出私人的云端搜寻引擎 云基地还与全球第四大伺服器厂商 美国矽谷的SuperMicro 合资生产新一代 性能更好 更节能的云端伺服器 除了上游软硬体开发 天为信通建立光纤宽屏的基础设施 云立方则专门制造数据中心的集装箱 网通宽带和天润融通 负责云端下游的营运 开发各项云端业务 天云科技则直接面对云端客户 进行市场的推广行销 中国第一台云端伺服器 本周在北京云基地正式下线 这一天也是中国的云元年 意味着中国大陆云端运算发展 从技术概念成功跨越到商业运作 我们都知道云的服务器 相当于工业时代的发动机 我们今天在这里建认这台发动机 在北京云章制造生产了 超级运算要像出本一样便宜 靠的就是这台具有强大运算功能的数据中心 这一部分机架是IBM的 一部分这个叫Super Michael 就是我们在这生产的 我们这两个在比较 拿自家产品和超级计算的 伺服器大厂较量 云基地的伺服器并不逊色 也宣告IBM、惠普和Dale 垄断市场的时代结束 在田索宁的云端推广规划中 除了和大陆各地政府合作 让数位化的政务进入云时代 像这样的集装箱也将进入各个社区 根据师科在南韩松岛 打造UCT的智慧型都市 北京云基地第一个合作对象 就是SOHO中国 他在北京东二环的银河SOHO建案 将成为云端运算的智能住宅和商办 这场破坏性创新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只是当用户的数据应用全在云端后头 享受种种便利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 一向隐私权的问题 信息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一种挑战 就像北京也发展汽车造成了交通事故 但汽车给北京带来的方便文明和进步 是无法用交通事故和交通拥挤所取代的 我觉得云也是这样 人们把数据放在这个箱子里 需要什么的规范 需要什么的法律来保护 都需要我们未来的政治家 政策的制定者 工业家和技术创新者来共同来探讨 但不可否认 云概念越来越热 也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在祥云工程的政策加持下 估计北京到2015年将形成 2000亿人民币的云端产业链规模 云端技术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后 北京将名副其实成为全球的云基地